世界球后的顶尖对决 戴自营哭战三局 平到膝盖磨地满身是伤 小戴凌晨晒出照片 双腿全擦伤 大片红肿瘀青 并卸下午的膝盖好好休息吧 连叔还说 或许不会再有参加一次奥运的机会 三年后小戴30岁 陈宇飞26岁 球迷担心 难道这真是小戴的奥运最终战 我是没有问过他 但是其实以他现在的年纪来说 在打下一家奥运 确实是年纪有点大 但是当然看他自己个人的意愿 戴自营曾说 即使排名第一 也要学习承受输的感觉 让网友大告白 戴自营你才是我们心中的金牌 其实不少眼尖民众发现 这回为台湾奥运写下新历史的好手 几乎背后都有个神秘组织 像合作金库出前培养戴自营 羽球还训练周天成王子韦 足球队则有庄志渊陈建安 及黄金混双 林云如正一进 土云则培养出羽球双金 李洋王麒麟 黄南京赞助艾马王子李志凯 这回也夺赢 一赢跟打造出举重黑马成文会等优秀好手 但他们平常职务都挂着银行员 合作金也曝光小带银行制服罩 网友大暴动直呼可爱 说台湾银行员根本超强 还有人哭嗽设计对白 陈宇飞说 我竟然跟一个银行员打到三局 台湾的银行员难道都这么厉害 当选手战上国际巅峰 除了无尽的血泪心酸 幕后得有无数的隐形推手 才能将台湾推上世界舞台 这些追众李玄台北报导